嗨 各位期待已久的牙套日記來了 我這次沒有綁橡皮筋喔 是空的 是空的 我現在可以說自己是牙套界的前輩了 就是正常人一般年資都是兩年半 而我至今戴了兩年九個月 這沒有什麼好驕傲的就是 其實我在兩年的時候 亞衣就跟我說我可以裁了 但是那時候咬合有一點不正 所以我就開始拉橡皮筋 誰知道拉一拉從兩條變三條 再次變兩條 然後差不多在一個半月前的時候 我回證我跟他說 亞衣我覺得這邊牙縫很大 每次在清牙齒的時候 那邊都超多菜炸 他說 呃 沒有啊 我在看的時候牙縫是閉起來的 不然我這次幫你調線好了 然後他就是調喔 他很奇怪 他就是 因為牙這個矯正機 他其實是正方形 但是是四格的 這樣四格 然後中間這邊這一條是放線的 然後就是呢 然後他上次就是這樣 然後跨到上面 這樣子 這樣去給我調 然後大概兩個禮拜 我就吐出來就很痛 這個吐出來就是因為你 咬力 這邊太重 這邊沒這麼在癢 然後我回去 亞衣就說 又在吃硬的啊又在吃麵包 我說沒有啊 就是吃牛肉而已啊 他說 你要注意啦 你現在什麼東西都差一點點 咬合差一點點 縮進去差一點點 因為他上次那樣調我的牙縫整個打開 悶牙縫啊 旁邊這邊縫都出來 然後他講完之後我就說 那 亞衣 我這次回來有特別沒有清潔牙齒就過來 這是他要求的 然後我就過來 我就說 你有看到我有什麼菜渣嗎 他就說 沒有啊 你的縫是關起來的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感覺有菜渣 他就拿空氣這樣子灌進去 一直灌 我就說沒有 真的沒有 然後他就說 有可能是因為 你的矯正器被你咬歪了 鬆掉了 結果 他就幫我把整個矯正器拆掉 然後真的 對 就是 那個味道 就是我在清菜渣的味道就出來 對 就是這個問題 我的矯正器被我咬鬆了 所以他就馬上幫我裝一個新的上去 然後裝上去之後呢 他的線這次也拉的不一樣 他這次真的超妙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操作 他就 這樣子喔 四格嘛 他在四格下面 然後回到中間 再到上面 上面 然後是完全沒有綁線的 我後面這段是沒有線的 沒有鋼線 現在就是 完全是靠一條透明線已經在支撐 有可能 那條是在關起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鋼線沒有綁在絞針機上面 可以給你們看 看 看 這邊 他在下面的喔 然後 回來之後 上去 這邊沒有在 沒有在絞針機上 這邊 然後這邊是空的 誰會這麼赤裸 給大家看我的牙齒啊 然後下面就是大概一樣 就是 我不知道這是 這個是怎麼樣 是 我的牙齒 沒有在水平嗎 還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時候會怎麼樣 希望 再過兩三次更新 我就可以停更了 我的牙套就可以告一段 說 不然要拌到三年內 三年內 原本兩年半 兩年就可以拆的東西 拖到三年 這不對啊 希望我下次更新就是 再拆了 不然就是 再拆了 前輩在這邊 跟你們分享 很久沒更新了對不對 掰掰 掰掰